我们看到Delta病毒已经反扑全球各国 不过今天所公布的是Q2第二季的财报数字 所以看起来还非常的亮眼 国际货币基金现在也发布了全球今年的经济预测 认为经济大幅上调以开发国家是看好的 全年来说它预估美国跟英国的经济成长率会非常的不错 而美国的科技财报州的重头戏是科技巨拨的财报 电动大厂特斯拉科技巨头苹果谷歌的母公司 都发布了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 对美股的提振还是不大 周二三大指数收黑终结了连五天的涨势 转而关注美国联署会会在台北时间星期三晚间 公布的会议结果究竟会不会对于市场包括了基本利率 以及对于通膨的看法有所影响 美股结束连五天涨势 三大指数在周二同步收黑 纳斯达克更创下了两个多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部分原因受到大陆科技龙头重挫拖累 特别是有在美国挂牌上市的阿里巴巴 另外更关注美国联准会正展开为期两天的利率会议 并在周三会后宣布结果 市场期待会不会对通膨进一步发表看法 紧接着在周二收盘敲钟后 则是一连串优于预期的重量级科技财报轮番登场 包括苹果 无畏全球晶片短缺 第一款5G手机iPhone大卖 为销售额贡献了395亿美元 助攻总营收大增36% 冲上814.3亿美元 每股盈余则达到1.3美元 双双优于市场预期 除此之外还受惠于自家的订阅方案 竞争对手微软则在云端服务的带动下 第四季营收抽上461.5亿美元 每股盈利2.17美元 同样优于预期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则因为网路购物热潮 让线上广告业务跟着受惠 第二季营收和获利都刷新记录 不过谷歌的线上广告禁敌脸书 却在财报出炉前夕宣布 将停售去年9月上市 第二代的VR头戴式装置 因为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指出 有超过5000名使用者反映 在戴了头套之后 出现疹子红肿等皮肤捕食现象 特斯拉涨势更凶猛 在交车量创新高的带动下 不但第二季营收倍增达到近120亿美元 获利更是首度突破10亿美元 科技财报喜讯连连 但分析师人看衰未来美股上涨空间 因为今年以来已经出现17%的涨幅 不过纵观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IMF则在时隔三个月后 做出了新的经济预测 当中以开发国家预估成长5.6% 超出四月预测的5.1% 当中以美国和英国成长幅度最大 都达到7% 欧盟19成员国成长4.6% 反观疫情失控的印度 被大幅下缩3%到9.5% 日本同样因为疫情在先高峰 微幅下调到2.8% 因此IMF也强调 疫苗政策就是经济政策 必须在全球均匀分配 另外IMF也忧心通膨 将使得全球央行承压 调升基准利率 进而威胁到世界经济复苏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